清北市一名28岁胡姓男子,昨晚在树林区树新陆秀泰影城搭讪21岁朱姓女子要求加LINE,即使已被告知男友在旁排队买票,湖南仍不罢休继续纠缠,惹得24岁李姓男友冲过来揍人,还找来24岁简姓友人拿瓦斯枪对湖南射击钢珠远景赶底时,胡,李两人仍扭打推挤。 立刻被架开,带回派出所调查,简男开完枪把对方打得全身多处挫伤,也把商场电子看板打坏,随即逃之夭夭,朱女说他被湖南弄得很尴尬,当下婉拒并告知男友就在旁边买票,但湖南仍持续纠缠不休。 湖南却大言不惭向警方公称,他想多多练习与异性交谈,这样有助于加强自己的沟通能力,因为对方男友出言不逊,他才会出手攻击。 简男今天凌晨带住手枪到案说明,瓦斯枪为警方没收,四人接受调查后,打架的礼,胡二男互不提出伤害告诉,训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韩颂法办,开枪的简嫌一恐吓为恩吉损罪嫌韩颂的简属真办。 胡姓男子,左,搭讪纠缠别人的女友,结果挨走还被瓦斯枪钢珠攻击。 记者林昭彰翻射。 分享。 简姓男子的钢珠瓦斯枪为警方没收。 记者林昭彰翻射。 分享。 李姓男子,左二,不满女友被搭讪纠缠,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大大出手。 记者林昭彰翻射。 分享。